那我们这边现在也是看到了 紫荫城6胜1负0平 流花狐是5胜1负1平 进入到了淘汰赛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双方的一个 正法吧 我觉得现在正法挺重要的 现在看一下紫荫城 紫荫城开过龙虎云 鹰 流花狐开过云鸟龙风 哎 双方 开的正法其实都挺多的 我觉得 那从 首先是 正法上面的话双方都比较多变 然后在鞋带战神数量上面的话 紫荫城是500万 流花狐是300万的一个情况 对的 那这两个服务器半决赛相遇的话 嗯 从硬件上面来看 其实并没有太大的一个差距 对吧 然后的话 同样也是跟大家说一下 这两个服务器对战的同时 另外一场比赛 珍宝格对战蝴蝶拳的一场比赛 也在进行当中 是的 那呃 这场比赛 先想一想 会不会有大克的一个情况的一个出现啊 如果是按照这个正法的情况 按照经常用的这个正法 其实很有可能会出现大克 但是我想双方既然达到这个 半决赛了 半决赛了 很重要的一场比赛 应该会对于正法师胜之又胜 嗯 是的 好的啊 那同样的话 我们还是跟大家说一下这个福利的一个环节啊 大家可以在大神的APP上参与这个竞赛八强四强 冠军 其实现在猜冠军四个福气 让你猜了 其实相对来说会比较简单一点 对的 那同样的话 C上也有助威武神台那个玩法 大家可以参与一些啊 刷弹幕啊 刷礼物啊等等等等等等的方式来参与到这个助威武神台当中 赢取你们的一个梦幻西欧的一个奖励啊 全都是在游戏里面的超66啊 武宝或者是这个特色领牌等等的奖励或者是梦幻并 好的那刚刚跟大家说了这么多了 那我们这场比赛应该也要快要开打了 现在已经是16点02分 应该比赛马上也可以切进去了 半决赛紫荆城对战刘花湖的一场比赛是否会出现大客双方的阵容是否会是否会有那种出奇制胜的感觉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一场半决赛的比赛 好的那这边我们看到这场比赛的话是只是出现了一把小客观乐方 刘花虎对方紫荆城虎小客龙的一场比赛 双方的阵容上面的话好像没有太大的一个区别 都是上了一个衣物领域法系 是的双方的这场比赛呢跟我们想的其实差不多打得很暴力 一把虎阵跟龙阵的对冲 这个应该是在梦幻的阵法里面最恐怖的两个阵了加成上面 是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对外方开场是直接使用方寸的顺势二维 强控观乐方这边的一个女拔木 让她的宝宝直接清掉 那从开场的一个情况来看的话观乐方这边其实我们先来看吧 对外方有全场的一个一速观乐方这边选择带的是一个武装 大家可以从右边这边可以看到带的一个风系是个武装 对外方直接选择点下观乐方这边的尸陀我们来看一下 大索宝宝派一下蛇没有跟到 这边野兽先加上看一下对外方开刀三千 那这个伤害的话直接切死是没什么问题的了 是的这个伤害是非常高的 看一下后面保护的一个情况吧 最后一刀 差一点点 差一点点 这个血量碰一下就得死了 看下死血之际八千一 伤害高额溢出 是的而且对外方二号位的宝宝还神佑 那么从开场情况来看的话 紫宝宝达的挺针对的 开场利用方寸百分之一百封一命中率的顺势为强控女拔 导致女帮目直接死了一个蛇的胚子 而且那也是可以看到在之后呢 对战方的封就是 方寸直接选择了封身 也是期待着下一回合 然后便于自己去控制主战方这边 壁垒直接清掉了对战方二号位的童子 伤害还不错 不过我们目前看到的是 对战方有全场的一个风系的医素 对的 而观战方这边是有物理的医素 但由于势头被点倒在地 目前的一个情况的话是 对战方是非常有优势的 看一下这一回合 催眠 这个催眠让我有种感觉是要连点吗 不一定哦 其实可能性非常大觉得 我们看一下 大死亡 先施薄青宝宝 不着急 一点一点的去扩大优势 嗯 这边再出了一只隐身的狂暴带 金鸡的那肯定也是一个蛇的胚子了 对的 对战方也是拉出了一只狂暴 嗯 但这样拉出来一个胚子的话 其实有一个重点 对战方可以抓住你下一个回合 肯定会吃掉这个狂暴 点你的女拔木的 对的 即便是不点我也可以失心控制 是 你这个女拔木其实这样打的话 让对战方的选择性有很多 嗯 他可以选择 方寸控你 像你刚所说的 控你的女拔木 然后低伏起个鬼眼 师托直接去清你的 对 师托直接清你这个狂暴 对 又第二种方法就是 我都直接 直接就抓住你这个回合 直接就是点杀你 来看一下 方寸的命中率 这场比赛是非常高的 而且对战方还很注重于抢速度 早早的也把塔立了起来 关键时刻 估计要进清了 也是在酝酿 蛇的伤害很高 6800 清掉官方四号位的宝宝 哇 先师博 还是先师博清宝宝 这样的话 师托跟配合着这个蛇的伤害 已经清掉了主视角这一波宝宝 基本上没错 对战方的两条蛇也是已经形成 对 两条蛇在场 而且师托下一回合还可以出手 现在关键方这边的压力是非常大的 来看一下 尤其是对战方这个方寸 处于一直神风的状态下的话 不给关键方这边任何的机会 这回合看一下对战方方寸的分明中率 方寸这个回合控武装效果肯定是最好的 那还是要看他控这个普陀 不让普陀来拉起师托 两个可能性是最大的 嗯 但在我来看的话 哎 控武装还是好一点 武装直接出宝宝 没有被控住的一个回合 对战方破甲提前给到 小死王来了 直接选择点武装 打得非常的激进 但是这边丢给了对战方师托一个无魂 无魂 防点杀的一个回合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无魂是否可以取消 一号位的宝宝直接被清掉 来了 没有中无魂 三刀过去了 大概还有一半血 那配合上女王部的一个伤害的话 其实是ok的 几率还是蛮高的 哎 这个无魂 还是没有中 刘皇后这边这场比赛的运气并不是很好 两个无魂一个都没中 是的 而且是选择去无魂去丢对战方 防点杀 嗯 唯一庆幸的就是 关联邦这边的蛇神佑了 那蛇神佑了之后的话 你两个主要的单位倒地之后 接下来这个女王部的危险会很高 看一下这个回合 对战方会不会对战方 宝宝守不了尸体 你这个回合可以选择拉起尸陀 但我们目前无法看到这个尸陀琳的一个小死王的一个情况 是的 方寸主动的一个灵神 大家可以看到 段方对于这个方寸封闭重力是非常必要的 哇 整场比赛 方方这个回合三个效率已经出来了 8500段方 尸陀琳意外倒地 这条蛇立功了 但这个4000一拍过来也挺疼的 嗯 李宝木再召唤一条蛇 观众方这边我没看错地府的一个 呃 好像大特技好像是被笑掉了 地府好像是没动的 利批 看一下对战方利批打这个蛇的情况吧 嗯 场上对战方开场并没有选择带很多的利皮 有配合着壁垒 看一下怎么说对战方是普陀直接拉尸陀呢 还是用宝宝来拉 宝宝拉不了宝宝拉不了 有这个小死王在身上 哦对小死王 现在还是要先看一下这个 对战方的方顺的扣一命重力来了 催眠的是普陀 中了 有凝神的方顺真的是太准了 对战方这个时候亡俩追魂 这个亡俩追魂还给了对战方这个增加伤害的一个 机会 2500 2100 哎对战方的尸陀用宝宝拉了起来 那龙龟神 还可以啊 师伯 女保姆这边 疯狂的出宝宝 已经第四只宝宝了 没记错 比赛进行八个回合 出了四只宝宝 女保姆宝宝的一个生存率 这只宝宝 而且这个宝宝你拉出来之后 也很危险 主要是你现在两条蛇在场上 对战方可能这回合先清你这只宝宝 先不清蛇 或者是 地府加鬼眼直接清你这只宝宝 立批宝宝清你 我觉得是最有可能的 地府加鬼眼师托平坎过去 平坎过去 还可以 你是想要说 漫天 漫天是吧 而且宝宝可以激活跟一下 他场上已经有两条蛇了 他不可能把这只宝宝再吃掉 嗯 拉出来这只宝宝 其实有点像一个靶子 如果他是平坎的话呢 其实 配速的宝宝 我们想歪了 催眠防的也很到位 你最后一开始 我看到他他在场上 所以我们要看他 还有这个 我自己的 这只是 我自己的 那我就可以 我看他 一定是神佑 这是神佑吗 这一定是神佑 看一下宝宝有根 有壁垒 哇神佑 这场点杀 一场神佑化解了危机 哇这个运气太好了 看一下这个蛇神不神吧 不神的话很难受的 没神 流花狐目前是面临着一个崩盘 那个节奏 这把点杀就由于队长方的一个武器的神佑 是的 特性而带来的一个效果 这个神佑之前有遇到过 那这样的话 队长方势头里 相当于是 很赚的一个回合 因为他身上是有小死亡的情况下 没有倒地 对 这个5300的一个大惊 来看一下吧 防止队长方拉区迷茫 刚刚这样换的一个虚迷的目的 他是想冲掉对战方尸陀 但是没想到直接方寸人给尸陀 顶上了一个样子 那这个就没办法了 这个大金卡的非常的漂亮啊 而且还点起个双灯 是的 看见防止边尸陀灵 拉起来的时候能不能站住啊 对方方也先野兽 防止边的尸陀已经野兽过了 群秒点着尸陀群秒对吧 没有 点蛇的一个群秒 这场比赛打的节奏非常的快 非常快 十个回合 零花狐已经是有两个人物单位相继倒地 并且 土头残血 是的 两条蛇 看一下这条蛇 来先切 宝宝差点根过来了 那这样的话 现在观浪方这边主要是武装 武装在场 在这场比赛里面并没有发挥太大的一个效果 主要是对王方方寸的 风云命中率太高了 那接下来就要看对战方的这个 还是方寸的风云命中率 如果 方寸是指人 指人是可以的 我还想着说他会不会先选择分身 小索来了 这一次点的是女拔木 看一下 主战方这边有物理速度 会不会师妥选择去向心对战方 向心是可以选择防点杀一波的 是的 这样的话 向心 来了 跟北漂你说的一样 这个时候他没有办法了 对没有办法 点杀很明显这一波 他通过这个向心是成功化解了 对外方这个回合那个点杀 但是下一个回合你怎么办 下一个回合我觉得你只能是无魂了 看一下蛇 也没神 运气有点差 柳华虎这边这场比赛的话 运气的确是相对来说是稍微差了一点 但也是对外方打出来的一个节奏 对外方开场的那个顺势而为就非常的漂亮了 对开场那个百分百的顺势而为 然后直接一把强点 那这个回合 怪罗虎这边怎么防点呢 这也是个重点啊 无魂 落魄给到骨头 我甚至刚刚想到了双无魂 啊 双无魂 骨头先混元伞 来了无魂 来了无魂 人事大地 这个八千九九点恐怖了 这个龙三位吃的女拔木 这个女拔木真的这个群秒 很自信 他没有选择说是 去单秒 对 群秒 伤害很自信 这场比赛大家应该也感受到了这个 此进城的一个 暴力啊 对 而且是他被小课 被小课的情况下 但是我们都说了 龙镇是不怕大课的 但是有一个重点就是 紫荆城他这场比赛 让大家看到了 今年1月份2月份的那个时候的 紫荆城 敢于使用 吕薄木 吕薄木就是他们先带起的一个 复战 然后他们在后面的四个月里面 非常难受 没有办法拿出一个冠军的一个好成绩 那么在这个月 紫荆城他打出了他的一个 怎么说呢 打出了他们的一个气势在 开场直接顺势你的女王母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气势在 这个时候 师佗发起了最后的一个冲刺 英姬 面伤 对于刘花胡来说 其实刘花胡比赛上的一个武装 我觉得已经是一个针对了 因为武装的门派技能 是可以去减方寸的封印的 他可能是想通过武装的技能 解开封印之后 至少可以增加一下队友的一个抗风能力 但这场比赛武装 说实话 没有体现出他的优势 零作用 我觉得武装开场被扣 然后被点杀 然后直接被点杀 然后一直早在地上 没有办法起来 对方这场比赛打得太果断了 完全不给刘花胡这边任何喘息的机会 无间地理拉起 14个回合 已经到了最后的一个结局状态 其实武装的这个针对性真的很强 又可以解方寸的这个封印 还可以关键时刻轻风望月 对 一个取秒 三杀 剩下一个隐身的宝宝 刘花胡这场比赛 我估计现在 整个团队现在都有点懵 怎么回事 还是对战方打得太果断了 太果断了 开场直接就是干 好的 那这场6-8的内战已经是结束了 那恭喜紫荫城获得了比赛的胜利 叫我